金门县列宇乡的青崎港岸 竟在22号发现有海漂猪尸体 防疫所采样送检 检出非洲猪瘟的病毒 核酸呈现阳性也是今年的首起案例 农业部紧急地发出公告 沙滩上头架起木材点燃 熊熊烈焰直接烤起一头猪 这里位于金门列宇乡青崎港岸季 并不是在举办什么烤肉大会 而是出现漂流猪的尸体 惊急火化销毁 海漂猪的尸体飘到岸上 肿胀发子 肢体不全 在暗巡队通报下 金门县防疫所立刻赶赴现场 拉起封锁线采样完毕之后 就地进行焚烧掩埋 检体一验之下 竟然真的验出非洲猪瘟阳性 成了今年第一例 由西南风这边带过来大陆的海漂猪 那经过我们现场就是采样 送到农业部的收益研究所 去判定之后 为非洲猪瘟阳性 防疫所不敢大意 因为在金门县利宇乡 发现海漂猪尸体的地点 周围半径10公里内 就有13间养猪场 担心病毒扩散轮陷 紧急一一进行养猪场的访查 索性目前都没有发现异状 海漂猪也已经彻底的停化 然后已经就地把它消毒掩埋了 所以一切 现在一切都合乎我们的作业程序 由于金门县靠近中国出海口 在洋流及季风影响下 时常出现死亡猪脂飘到沿岸的情形 而这次更验出了非洲猪瘟阳性 农业部也依照规定 昨日起到7月1号 暂停部分金门猪脂肉品 以及加工产品 相往台湾的其他地区 这是金门综合报道